2022年6月28日 一只有火红色嘴巴的黑色小鸟 到了窗边煮巢 隐约可以看到有蛋在巢中 鸟妈妈小心翼翼保持警戒 火热的七月天 鸟妈妈口干舌燥 但它不能中断孵蛋 7月5日 可以看到巢中有三颗蛋 7月10日 可以看到第一只小鸟已经孵化 鸟妈妈开始喂食 同一天 其他小鸟也陆续孵化 鸟妈妈努力喂食 但她一次只能喂一只小鸟 小鸟们似乎没有吃饱的时候 7月12日凌晨4点 鸟妈妈似乎有些躁动 突然飞离了巢 一只小鸟 隐约可以看到脚上抓住神魔东西 天亮之后 发现巢中只剩下了两只小鸟 鸟妈妈半夜带走的是最弱小的那只小鸟 或许是夭折了 或许是鸟妈妈觉得一次养不活三只小鸟 大自然再次展示了残酷的一面 7月13日 小鸟皮肤表面 开始长出了黑色的羽毛 喂食之后 鸟妈妈熟练吞下幼鸟排出的粉囊 7月14日 小鸟全身覆盖了羽毛 其中一只幼鸟睁开了眼睛 7月16日 小鸟明显大了一圈 两只幼鸟几乎要塞不下巢穴 7月18日 小鸟羽毛已经掌齐全 似乎正在练习拍击翅膀 鸟妈妈停止了卫食 小鸟仍然习惯性讨要食物 但它不为所动 小鸟饥饿难耐 终于鼓起勇气踏出了巢穴 另一只小鸟终于也跟上脚步 看向脚下的悬崖 从没飞翔过的小鸟满是犹豫 鸟妈妈带领第一只小鸟 向下俯冲飞去 它又飞回来 催促着第二只小鸟 终于它们一起飞出了尽头之外 小鸟纷纷离巢 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野外的生活 鸟妈妈或许也没有答案 但它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是一只默默隔着窗户 观察小鸟的猫 喵喵喵